赛内加尔及欧洲职业足球球星马内 过去曾效力过英超南安普顿 利物浦等名门球队 今年更加盟得甲败人慕尼黑 这几年平均年薪高达2000万欧元 但已经这么有钱了 马内却过着非常节省的生活 三年前 他被媒体拍到 竟然还使用一幕已经破裂的手机 被称为全球最省钱的球星 马内来自赛内加尔南部的一个小城镇半巴黎 而是最大的兴趣 就是跟朋友在街上踢足球 但马内家境贫困 为了一元足球梦 他的叔叔卖掉自家农作物 村里的乡亲也为他筹款 因此 马内从小就发愿 未来一定要用足球帮助家人 以及乡亲们摆脱贫困 马内说到做到 他成为高薪的足球明星后 不但在家乡班巴黎建设医院 学校 还资助家乡的家庭每个月70欧元 并协助当地基础建设 驾网路 盖加油站 改善了班巴黎居民的生活 数年前接受媒体专访时 马内就曾说 我为什么要去买十台法拉利 二十只钻表 甚至是私人飞机呢 买这些东西 对世界到底有什么帮助 我从小挨饿 在田里工作 打吃脚玩耍 没办法上学 现在 我有能力了 当然是去帮助人们 改善家庭与乡亲们的生活 我不需要豪车 豪宅 我宁愿把这些钱一部分 拿来帮助人 功成名就的马内 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 尽管被班巴黎居民当成英雄 但他回家后 还是跟乡亲一样 过着简薄的生活 甚至还会帮忙打扫城镇环境 充分实践所谓饮水思源 行善最乐的理念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